外國人跟我怎麼講 你知道嗎 我在澳大利亞這麼多年了 人家很多習人說 你們中國人啊 真的不如我們習人 不要講了 中國人傳統文化非常好的 他說你看看 我們外國人罵人 最多 你不好 我罵你 你叫Peter 我說你Peter 你不是東西 我罵你 對不對啊 你這個 Jackson不是東西啊 Jackson不是東西 對不對啊 他說 你們中國人啊 厲害 知道你們最愛的是祖宗 最愛的是母親 罵你奶奶 罵你祖宗 我講了被他講了沒話講了 他還跟我說了 我說這個不對啊 我跟他說 那你想想看 我們中國人比你們文明哦 那我們中國人吃飯用筷子 木頭做的 對不對啊 很文明吧 你們呢 刀和叉 我是戰場商用的 你們放到桌子上來了 哈哈哈哈 那台上就是 有時候因為我們在電台裡跟那些西人接觸多嘛 他們經常跟我們搞一些文化交流 所以有些時候你要拿出一些證據出來講的 做人就是這樣 他又來理由了 他說的理由很厲害的 他說你們中國人不 從吃飯上就知道你們沒有自由 誰說的啊 那開玩笑了 他說燒出來的菜 今天我廚師 我要叫你吃多鹹你就多鹹 我要叫你多淡就多淡 他說不像我們系列 你把菜炒出來之後 我要淡加點鹽 對不對啊 這這這這這這自由 我說這個 只不過是表面現象 哈哈哈哈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人類理智性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對父母親非常的孝順 你們西人呢 父母親一老了送到養老院 到了養老院是三等人你們知道嗎 等吃等睡等死 而我們中國人的父母親被捧上 像皇上一樣上兵一樣在家裡 一直照顧他 這麼多孩子養兒防老 對不對啊 我嘴巴裡是這麼講 我心裡虛 現在的孩子真的 現在的孩子有幾個能靠得住的 真的不把你棺材本都撈光了 他不叫兒子 啊 這個媳婦也是這樣啊 女兒不把你的錢用光啊 不把你氣死啊 那不叫女兒啊 真的 爸爸媽媽說你不要去嫁給他 他不要嫁 嫁給你看 最後 媽媽 我還是聽你話 我回來了 這個時候我還給你帶個回來 想一下人傻不傻 我說的都是真話真事 現在學婆人就是要學怎麼樣改變自己 很多人一輩子不肯改變自己